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外交部駐外國的市領館職員 就真的很不空 凡見到哪些外國政要或外國媒體 有批評中國的片言隻語 他們都要出來反駁和評擊 在今天中國駐法國市館又出來說話 到底他們今次又說些什麼? 他們發表了一篇聲明 叫做駐法國市館發言人 對法國媒體針對市館質疑的回應 當中是這麼說的 說中國市館的做法 是完全符合外交代表機構的身份地位 我們針對法國媒體造謠污衊抹黑中國的言辭 進行回應 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形象 是履行外交代表機構的職責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原來中國外交部駐外機構的職責 是包含抨擊外國政要和外國媒體的不當言論的 我真是奇怪 為何其他國家駐外機構 這麼少說這些相關的話 接著這篇聲明還說到 說需要指出的是 那些無端攻擊中國的人 就超越了紅線 他們超越了中國國家利益和尊嚴的紅線 越過了真實客觀 這個新聞媒體職業道德的紅線 他們的造謠污衊做法 早已在中國民眾當中激起了強烈的憤慨 他們甚至不惜歪曲編造法國領導人的講話 來在中法之間挑撥離間 破壞中法人民之間的友誼 這種做法極其卑鄙 真是夠義正慈嚴 好像那些傻佬法作一樣 這果然是貫徹著外交部的強硬路線 以及實踐了潑虎麻糟的本領 這些做法我就可能孤陋寡聞 甚少聽見外國外交部的駐外機構 是可以這麼恆常地走出來發表聲明 發表回應 甚至乎是評擊別人 最多會做些什麼 比如說外交召喚 甚至乎是提出抗議 但是人家的做法 一般來說都是會閉門的形式來進行 但是中國很流行搞這些公開回應 公開信 果然中國是厲害的 在二十一世紀當中 為著外交工作去抱寫一個新的定義 擴闊了人們對外交工作的想像空間 厲害厲害 其他國家都跟不上 除此之外 原來有幾十位法國政界和學術界的人士 在今天發表了一篇聯名的公開信 這篇公開信 其實目的就是呼籲世衛組織 要和台灣展開全面的合作 這封信中提到 台灣在今次的情況當中 成功壓制傳播 無論北京如何反對 世衛組織都應該將台灣立入為成員國之一 儘管台灣和北京的經貿關係緊密 儘管台灣在地理上靠近中國 但是台灣今次的防控工作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台灣早在去年12月31日 已經向世衛組織拉響了警暴 而台灣政府及時採取了適當的預防措施 今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採取了封鎖政策 唯獨是台灣人繼續生活如常 學校照常開學 企業如常運作 這封的公開信都頗肯定 是會觸怒中國政府 因為他裏頭說明 要求世衛組織 允許台灣加入成為成員國之一 這樣豈不是違反了中共一直以來所提倡的一個中國原則 大陸一向都說反對兩國論 反對一中一台或者反對兩個中國 連中華民國都不承認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台灣當然不能加入成員國 甚至由蔡英文總統上台以來 觀察員的資格都被大陸剔除了 他就完全無法參與世衛的工作 現在這篇聲明出了 到底這個駐法使館何時又會再一次發作呢 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回到本港的情況 昨天建制派的何君曉大議員 寫了一封信給林鄭 要求他將9月的立法會選舉押後 到底他的信裡頭怎麼寫呢 他就說近兩個星期從歐美國家突移香港的人數激增 導致感染人數跳升一倍有多 疫情的走勢實在難料 在這樣的情形下 容許本人建議特首國下 為了安全和公平起見 考慮仿效日本將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延期 希望特首各下及早考慮上述建議 盡早作出決定及對外公布 以便社會各界能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和安排為妙 這個真是好笑 效法日本是甚麼呢 日本又沒有將人家的選舉延期 只不過是將奧運延期 將奧運延期和這個選舉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時封馬牛不相及 這些就叫做比以不倫 搞奧運 除了本地的運動員和觀眾以外 當然要包含其他一百九幾個國家的運動員和觀眾 在目前全球航空交通接近完全停擺的情況下 還搞甚麼奧運呢 但選舉就不同了 選舉無論是候選人 投票人或監票人 全都是本國或本地區的居民 全部都已經是在地 除了有些在外國本身想趕回來投票 現在就沒辦法了 但絕大部份的人都已經在這裡了 還押後甚麼呢 有沒有必要呢 現在說美國的情況這麼嚴峻 都沒有聽見特朗普總統說要將總統大選延期舉行 實情這些說法是多餘的 當然越多餘的說法 建制派就越去附和 其中一個就是民建聯的李慧琼 他就說到 若然疫情爆發到社會不能夠正常運作的程度 政府都需要研究是否將選舉延期 也是合情合理 而他前陣子也提到 要求政府將選民資料更生 和新登記做選民的限期 就押後一個月 已經向政府提出了要求 不過局方就告訴他 延期就需要修改法例 不太容易 我真的不太明白了 你建制派很多新支持你的選民 是趕著在這兩個月裡登記嗎 那你就趕快登記 實情這個登記日期去年已經知道了 也不單是你建制派知道的 就算黃絲的陣營 那些人都是在那個日子來截止登記 所以延期就是沒有必要的 而立法會選舉的押後 更加多餘 根本就是你這群建制派驚輸 如果不是 就不用將選舉押後 你就如期舉行 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之前 你這群警察 就說藍絲一隻二隻一走出來大大聲聲 就說要在選舉當中翻盤 因為沉默的大多數 將會在選舉當中投票支持 所有藍絲陣營的候選人 結果就輸到一撲一撲 在選舉之前的一兩個月 曾經也有些風聲走出來 包括黃國興也有份說 就說要將這個區議會選舉押後 因為社會動蕩不穩定 後來中聯辦就誤報軍情 就告訴中央 這個建制派不會輸得太厲害 照搞 於是如期舉行的時候 結果就有目共睹 至於今次來說 我就覺得很難說 到底能不能夠如期進行 因為有了上次的經驗以後 建制派、中聯辦 看到真正的民情民意 若然他在今屆真的如期舉行的話 在這個反送中運動 再加上疫情的雙重打擊之下 會不會真是輸突呢? 會不會真是被民主派 非建制派可以奪取過半數呢? 他們就會考慮這件事 所以他們盡量可免則免 都不想看到這個情況發生 即是拼過半數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緊時間 登記成為選民 無論是地區直選 或者功能界別也好 一定要掌緊時間去做 如果這個選舉真的無法如期舉行 被人洗橫手 押後了 我們作為市民也無法 但如果他真的如期舉行的話 起碼我們也盡了自己的責任 一定要登記成為選民 否則就算搞選舉也無法投票 但我對於9月能否搞得整個立法會選舉 並不是太樂觀 因為特區政府很喜歡借599章 即是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漏洞 不斷加一些規則 以防控為名 行打壓之實 到時會否真的借防控工作 這個名義去押後選舉 真是很難說的 但在這個階段 大家也不需要再理會那班白票黨 或者叫人招討建制那班人 因為無論他們的論據論點是甚麼都好 他們的客觀效果 其實就是要使得非建制派 民主派沒有辦法拿到過半數 他們的目標 就是跟中聯版建制派一致 所以聽來都多餘 跟他們爭論來都多餘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